虽然俄乌冲突还在继续 但对于14亿国人来说 岌岌可危的台海局势 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前些天 民进党高层 刚刚送走了拜登 派来窜访的前国安团队成员 紧接着以前国务卿蓬佩奥 大汉奸与茂尊为首的一批人 就又驾临台湾 开启危机四天的行程 在此期间 这位被大陆方面列入 黑名单的顽固反华分子 先后发表多番挑战性言论 甚至扬言要白宫方面 承认台湾地区的地位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前政客 蓬佩奥所讲的话 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主要是为自己2024年大选造势 可与此同时 另一则 事关台海安全的新闻 则不仅是言语挑衅那么简单 北京时间3月4日 台湾媒体披露一则报告 首度证实 台湾地区将量产一款 代号为雄生的地对地巡航导弹系统 如果其研制顺利并大批量服役 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未来的统一大业 那么这款被岛内顽固势力 寄予厚望的雄生导弹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 根据民进党当局审查通过的 海空战力提升采购特别预算案 计划在未来5年中 花费总计2370亿新台币的巨额资金 研制8项共计10种武器装备 在10款新装备中 最受外界关注的 就是这款雄生导弹 据悉雄生导弹的原型 实际上就是雄风2E导弹的升级型号 和前一代相比 其打击距离有了明显提高 最大射程为1000公里 虽然民进党高层 对于这款进攻性武器不置可否 但许多岛内 资深 名嘴已经开始沾沾自洗 打击范围囊括大陆内部 具有较强的源头打击能力 预计未来5年量产100枚以上 更有一些媒体叫嚣 一旦雄生导弹得以批量无益 在台海发生动乱的背景下 即可以在10分钟内打到上海 对这座国际大都市造成重大打击 不光是上海 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 在它的打击圈内 台湾名嘴们 心心念念的三峡大坝也在其中 按照分裂分子一贯的行径推断 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做出这种惊人之举 甚至在统一大幕刚刚开启之际 就主动挑衅大陆 对于刚刚证实的雄生导弹 台湾雄三导弹前总工程师 张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这一计划早就开始推动 不过岛内顾及到各种要素 没有大张疾苦的宣传 现在得以正式披露 是因为得到美国当局的授权 美国政府希望台湾地区拥有这种武器 从而在第一岛链 对解放军构成一定威胁 美国态度改变的原因 除了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外 还有着其他因素的考虑 此前美军向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已经导致中韩两国民意沸腾 美国自己也承受着相当大的舆论压力 通过默认岛内发展超1000公里的远程导弹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刺激各方敏感的神经 由此可知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 台湾地区只不过是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 需要时使用 不需要时便抛弃 向来只有棋手操控棋子 从没有棋子操控棋手 尽管从理论设程上看 雄生导弹的打击范围 已经囊括几乎整个大陆南部地区 但在战时期是否能从发射架上顺利发射 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陆基巡航导弹本身 隐蔽性差点特点 让它在战场上 简直就是活靶子一般的存在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在解放军第一轮攻势结束后 包括雄生导弹在内的台湾地区 主要导弹基地成为一片废墟 根本无法再进行正常发射 即便其侥幸躲过第一轮攻势 部分导弹可以艰难发射 那么我军完善 先进的现代化防空系统 足以摧毁在技术上 并不突出的雄生导弹 据悉解放军的防空系统 从内到外总计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由S400和红旗-9构成 能对战机导弹和各类航天器 进行有效杀伤 第二道防线由红旗-16防空导弹组成 可有效拦截包括直升机 无人机和学航导弹在内的目标 第三道防线由陆盾-2000和红旗-6位镇守 能对包括10米以下的超低空目标 进行有效杀伤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 不可阻挡 民进党将对抗大陆寄希望于 一两款武器装备上 简直是痴人说梦 任何军用武器 任何域外势力干涉 都阻挡不了 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大趋势 任何妄想在统一大业到来之时 富于顽抗的顽固分子 必将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